再来关心今天三大报的头条焦点 一样都是郑洁被囚处四个死刑 而虽然郑洁被囚处急刑 但是被害者家属心中的伤痛 仍然难以抚平 他们表示最重的刑则 也不能换回家人的宝贵生命 布什盯着手机 要掌握北捷杀人案的最新消息 舍不得妈妈遭到杀害惨死 攀毕珠的儿子知道杀人凶手郑洁 被起诉求出死刑 认为这只是基本公道 赔钱这个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 重点是他要那个交我死 这才是重点 同样承受失去亲人痛苦的 还有这位张妈妈 想到儿子张震汉做捷运 却无辜被杀 张妈妈难过哽咽 就算检察官对郑洁求出死刑 还是无法抚平他心中的痛 他判死刑 他即使在100个次死刑 我还是没办法要回我的孩子 多难过张妈妈更不满 台北捷运和郑洁的家人 都不用对这起杀人案负责 还有部分受害者家属 也无法谅解郑洁和他的家属 都没有来道歉 再次对受难 还有受伤者深深的贵欠 在案发后 郑洁的父母曾经下跪 向大众道歉 之后就再也没看到人 郑洁遭到起诉 他们也没有露面 一心认罪求死的郑洁 说要面对刑事责任 还必须面临台北市政府 求偿2061万的民事官司 父母是否会帮忙承担 还不得而知 这起北捷迭血案 造成严重伤亡 让许多民众一度不敢搭捷运 在全台各地 还接连出现模仿的恐吓效应 对被害者家属和整个社会 都留下难以莫灭的伤痛 接下来 众部导